节目的最后我们来看天气预报 已经年关 骑士里头人头攒动 买的和卖的都十分活跃 但记者在集市附近的果树大棚里看到 那里依然有不少的村民 在忙着为果树施肥和受粉 这位叫王满庚的村民 去年和老伴一块四种着大棚里的油桃 光卖果子纯粒就是一万多元 此外家里他养了猪牛羊 一年能收入几万元 经济条件好了 你想去哪儿吗 那北京哪儿都可以去 别的上海哪儿都可以看 拥有68万人口的村化市 这些年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 千方百计的帮助农民增加收入 市里还抓住板栗 这个主要的农副产品 建立起了中国最大的板栗加工企业 通过深加工 使每吨板栗的价格比原来提高了十倍以上 崔长征市长从美国回来之后 一个事关全市发展规划已经制定完成 我们的目标到2006年 GDP我们要突破200个亿 财政收入要突破10个亿 我们现在的农民收入 保守一点说是3450元 那么我们到2006年的时候 我们要每年以5%的速度递增 在这方面我们的计划 在5年之内对农业方面的产业化的投入 我们要达到10个亿 就在当地政府官员为我们勾画着明天的同时 综化市的孩子们也在描绘着他们的未来 此次在赴美参观的中国民间代表团中 还有一位年龄最小的成员 他是西夏营小学六年级的学生刘爽 在美国刘爽参观了那里的学校 还和美国的孩子们一起上了一堂课 这些都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刘爽告诉记者 他从美国回来之后学习更加努力了 因为他已经有了一个理想 现在我有个愿望就是 长大以后考上哈佛大学 然后回来为祖国做贡献 我们在河北专化市的采访结束了 在这里无论是普通的农民 还是正在读书的孩子 以及当地的政府官员们 他们都对未来做了很具体的勾画 我们有理我相信 在全面建设小康的过程当中 专化人民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的美好 中国新闻记者在河北专化市的报道 为史小姐的旅游方案提供信息的 活力广东网 是粤港澳三地旅游部门 联合建立信息平台的一项重要内容 活力广东网上不仅有粤港澳三地 最快的旅游信息和三地著名旅游景点的介绍 而且有旅行社收费 酒店预定 各地天气情况等多项内容预告 目前 活力广东网的月点击量达到了一千五百多万人次 粤港澳信息平台建立以后 我们从香港和澳门进入广东上来旅游 到我们广东到我们中国来旅游的游客是明显增加 这个原来我们每年大概是从香港过来的游客 通过我们国旅假期接待的游客是这个十五万左右 十五万 那么这个这个平台建立以后呢 我们明显感到现在这个还不到一年了 但我们通过这个同期对比 这个我们感觉到这个增加了百分之三十左右 信息化服务在旅游行业的应用 使得粤港澳三地旅游金三角的构建加快了速度 十年前开始广东香港澳门的旅游部门 就成立了联合推广机构 共同推广包括粤港澳地区在内的珠江三角洲旅游区 十年的合作使得香港澳门的窗口桥梁作用 和广东的腹地作用得到了充分发挥 目前全球有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数百家旅行社 在销售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旅游线路 2000年11月开始正式实施的珠江三角洲九城市和汕头 六天24小时便利签证 使得来港澳地区八百万外国游客中的一百万人 成为了广东省的游客 在世界旅游组织的评比中 香港是旅游人次排名最靠前的城市 一般的外国游客都是把港澳地区作为他们旅游的目的地 而粤港澳三地旅游部门希望通过信息平台的建立 吸引外国游客进一步到广东到内地来旅游 对中国来讲嘛 因为尤其是中国加入世贸了 大家都有一个中国热 尤其是也知道大家会在2008年 王一红的母亲李丽云 制造业仍将是外资最先选择的行业 目前制造业在外商投资企业的所占比例为80.7% 预计今后投资比重将有所下降 但仍处于外商投资倾向的第一位 排在第二位的则是与电信服务和交通运输有关的服务业投资 报告认为今后投资邮电通讯 交通运输业的企业会比现有的投资比重高出近54个百分点 金融保险业则会迅速成为外商优选投资领域 随着中国在服务业 特别是金融保险电信服务 商业运输等领域的市场准路限制陆续取消 这些行业的外资增长速度将明显跨于包括工业部门在内的其他行业 全球知名金融机构摩根大通17号宣布 公司获得中国人民银行颁发的牌照 获准在华经营人民币业务 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 摩根大通将于明年初在上海 天津 大连和深圳向外国投资机构 包括中外合资企业提供人民币银行服务 并将在法规许可范围内 逐步把一系列金融工具和服务 推广到中国其他地区 同时摩根大通获准通过其上海分行 向中国的本地企业提供外汇银行服务 据了解 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 外资银行在中国得到进一步发展 截止今年面前 对于改革带来的变化 百姓的感受是最真切的 层级核实 机关大 人数多 浩浩荡荡的上下班车流人流 成了当时人们熟悉的警官 机构的臃肿带来的是政府效率的低下 怎样确保机构设置的合理 从核下手确保政府运行的高效 人们在呼唤 决策者在思考 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 在十四大报告中指出 机构改革 精兵减政 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任务 也是深化经济改革 建立市场经济体制 和加快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条件 1993年 二十世纪末 中国的第一轮政府机构改革 拉开帷幕 四年之后 在总结这次机构改革经验的基础上 一次力度更大 意义更深远的机构改革 开始酝酿 由于涉及到权益的调整 尤其是上百万机关人员 需要分流 它直接关系到 广大干部的切身利益 改革的难度是很大的 所以说改革是一个两难的抉择 针对于此 经过通盘考虑 江泽民总书记 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 非常明确地指出 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 转变政府职能 实现政器分开 2001年 局也彻底取消 这些被撤销的都是工业经济管理部门 他们直接管理企业 像企业投资 上项目 销售产品 都要经过这些部门的审批 拆掉这面挡在企业和市场之间的墙 就是为了更好的实现 政器分开 让企业有更自由的发展 现在的婆婆少了 事好办了 我们的经营管理 有了更多的自由度和联合性 这次机构改革 彻底结束了专业经济部门管理企业的历史 而综合经济管理部门 则加强了宏观调控功能 质检总局 信息产业部 国土资源部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的设置 则有效地加强了市场监管 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等职能 机构改革 使各部门间近200项权限和职能的调整 想进行一次大换血 让政府机构更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这种活力让企业在市场上得以自由驰骋 这种活力更体现在各级政府 为人民服务的实践当中 从网上审批到一站式大厅 从政务超市到行政审批服务中心 高效便捷公开公正的政府服务 正在让人们感受着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 所带来的可喜变化 而这次从中央到地方的全方位政府机构改革 也必将为新世纪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和完善 迈出坚实的一步 慈坝村是贵州省沿河土家族自治县的一个偏远山村 目前这个村小学的入学率已经达到了百分之百 乡亲们都说 这和十六大代表慈坝小学校长刘恩和是分不开的 展现在我们眼前的这座学校就是刘恩和带领大家 从二十里地以外背来的 乡亲们清楚的记得 村里原来的学校是夏天不挡雨冬天不挡风 土生土长的刘恩和担任校长后 第一个想法就是要让孩子们住进新校舍 为了筹集资金 他拿出了大半生的积蓄 还争取到了一笔九万元的住学贷款 钱有了运输却成了大问题 面对八十多吨建材和十公里的山路 刘恩和没有别的选择 他的肩膀成了运输工具 从此在这条山路上 人们每天都能看见一个背着背篓 独自前行的身影 背骨鸟背钢筋 他一天是背死灰 是六月十一日起 他就是每天背死灰 他连续背死天 那个死灰被水死了以后 他本身身上就已经背起了伤包 通过个死灰水一烂 他非常非常的疼痛 不光是华龙而是疼痛 就像火烧一样 像开水烫一样 他每天还在坚持背 看着年过半百的刘校长 一天天瘦下去 乡亲们坐不住了 是争取东当部的经济 发破 我担心在中国也出现类似的情况 但是八年的 建筑系现在这样的远近闻名的成就 好的 四个选手的功夫 中国人的奥运梦也与整个国家 看好中国 这是中国体育的胜利 更是中华民族的伟大胜利 到2008年 奥运胜活在中国 这个拥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伟大国家 点燃的时候 人类的文明进步时 又将留下一页辉煌的篇章 每天天黑之前 十六大代表 武警辅事支队五中队指导员程显峰 都会从营区来到离中队最远 条件最艰苦的108哨所 自从当了指导员后 他就把行李搬来 与战士吃住在一起 熄灯后 程显峰照例还要到其他执勤点去走一圈 一个哨所走不到 他就睡不着觉 在程显峰的眼里 士兵就是自己的亲兄弟 他身在兵中 兵在心中 全中队一百多名战士 程显峰能记住每个人的生日 籍贯爱好 他常对中队干部说 家长把孩子交给部队 是对我们带兵人的信任 我们既要对战士的眼前负责 更要为他们的长远着想 近几年 程显峰系统阅读了20多种政治理论和心理学书籍 他针对独生子女兵多的状况 深入研究 编写了三言两语带兵法 常见设法问题五十例等小册子 同时 根据新时期战士思想活跃 文化水平高 自我表现欲望强等特点 总结归纳出政治教育四分法 悠悠爱兵情赢得了中队建设蓬勃向上的喜人回报 选我当十六大代表 我觉得这是对我的一种信任 这种信任重如泰山 我感到肩上的责任更重了 附近开会之前 程显峰仍在为战士的成才而忙碌 他在原来开办文化补习班的基础上 又办起了一个民用技术培训班 程显峰的目标是 让每位战士离队走向社会时 都能学到一技之长 本台消息 经党中央同意 中国中央办公厅近日发出通知 要求做好2003年度 人民日报求是杂志的发行工作 通知指出 人民日报求是杂志 作为党中央机关报和党中央主办的理论刊物 是党中央指导全党和全国工作的重要思想舆论工具 通知要求 各级党组织要充分认识 做好人民日报求是杂志发行工作的重要意义 把它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 切实抓紧抓好 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江春云 今天在北京出席了 生态道德教育读本出版座谈会 并发表讲话 江春云强调 对一个国家而言 生态环境是全民族的共同财富 全社会都要重视和优化生存环境 要调动一切力量 为普及和提高全体国民的生态道德素质而努力 保护人类共有的家园 江春云指出 虽然我国的生态环境保护取得了很大成绩 但生态环境建设恶化的趋势尚未根本扭转 需要全社会高度重视 并持之不懈地做出巨大的努力 提高全体公民 特别是广大青年的生态道德素质 走可持续发展的路子 实现人口经济社会与自然生态的协调发展 生态道德教育读本 主要介绍危机人类生态安全的环境问题 及形成原因 如何保护生物多样性 节约能源 以及古今中外生态道德的优秀思想等 感谢观看